全油管最快新闻,利比亚东部的德尔纳市发生特大洪灾,由丹尼尔飓风引发,近3000人丧生,1万人失踪。 两座大坝溃坝时该是成为洪水的重灾区,道路被淹,大量建筑物被摧毁。 市民被困车顶,部分山谷房屋倒塌。 东部当局已宣布挨到三天,西部政府也将受灾城市列为灾区。 四个主要石油港口被迫关闭,利比亚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已表示将提供援助,卡塔尔政府也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 这次洪灾再次凸显出利比亚社会基础设施的脆弱以及政治分裂对国家灾害管理的挑战。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